台北地方法院2022年8月18日 判決專任作家洪博學指控中天收買小吃店事件 是不實指控 是誹謗 判決洪博學有罪 罰2.5萬 法院認證的假新聞卻成了民進黨關中天的起手勢 接下來在兩年之內 一連串的手法和步驟 可以看到這是有計劃性的毀滅中天 時間回到2018年12月22日的下午兩年 當時正是九合一大選 藍營大赦之後不到一個月 洪博學在網路刊登了一篇名為 《無知是通往奴役的道路》文章 說某天在小吃店吃飯 當時店內的電視正在播放中X新聞 他想轉台卻被老闆制止 還說收視費你要付嗎 才知道附近的店家都有這樣的狀況 某一個集團已經繳交了收看費 每個月500元 條件就是只能看中X 所謂的中X 洪博學後來在法院坦承 指的就是中天新聞 按指中天電視以支付收看費的方式 換取小吃店只能看中天 這是一則沒有證據的指控 從網路擴散 四天後媒體接力帶風向 全面開啟批鬥 親綠媒體政論節目 斗大的標題 涉及國安危機 造成全台淪陷 指控小吃店看中天 是有人花500元買收視 講了兩小時煞有其事 問題是根本沒證據 再找來內政部長徐國勇背書 我從來沒有講過500塊 這500塊也不是我去查的工作 問我什麼國安危機500塊 這個不是我的工作 事實真相大白 中天被冤枉 但是這一段嚴重偏離事實的內容 NCC卻沒有介入調查 假新聞繼續以而傳而 2019年3月 明代進一步的透過質詢 達成抹黑手法 是系統商說 你只要鎖定A台看新聞台 我就不收你的收視費 有這樣的道理嗎 你家裡看的我送給你之外 你店裡的那台電視我幫你裝 我希望你的顧客吃麵的 吃自助餐的 通通看A台的新聞台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一定有嘛 是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有做相關的調查 系統台並沒有在小吃店 或者是這些部分 去做相關的設定 系統台主管機關NCC 台上駁斥了立委質詢 強調沒有任何的相關事實 不過立委已經達到了質詢目的 再度傳播假新聞 您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您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管制網路 潛制言論 消滅所有反對的意見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分力量 中文字幕會不會讓我們 在暗示範圈 中文字幕會不會有效 反對的意見 中文字幕會不會有效